来看各报头条 首相都是李安华近来 频频曝光手头上的丑闻 他先是揭露有位前部长 在任职期间抽油水 在国外也有财产 新中日报封面写着 安华掌握了相关人物的贪污罪行 也将证据交给了总检察署 采取行动 并告诫对方好自为之 至于贪污的人是谁 安华暗示 对方因为不获巫统提名而跳挡 之后还缠着头经世人 以彰显连结 那除了贪污课题 安华也爆料 两位前首相敦马哈迪和慕尤丁 在第14届大选掌权之后 密谋策划要瓦解巫统 每日新闻头条聚焦安华 知道这件事 但他坚决反对 安华说当时他去了慕尤丁的家 整个氛围都很紧张 那时候的他虽然反对巫统 但是不同意查禁巫统 安华也爆出 巫统主席阿穆扎西 成为国盟的攻击目标 是因为他知道了 敦马和慕尤丁背后的阴谋 国盟将枪口对准扎西 也是为了赢得巫统支持者的选票 中国报封面报道 在赵明福攻击这一天 他的家人还在等待西蒙政府犯难 还赵明福一个公道 赵明福的妹妹赵丽兰坦言 14年过去了 真相依然没有水落石出 家属说了很多 西蒙的领袖从身处在野党到入主布城 承载着上千万人民的愿望 包括赵家的希望 西蒙应该逐步落实当年许下的承诺 包括实践人权改革 赵丽兰希望西蒙可以给出确切的时间 不要让家属无止尽等待 接下来我们来看政府早前计划实施RN95汽油和柴油的针对性津贴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富之雅透露 现在部门正在考虑让民众采取实名制购买津贴汽油 这也意味着一旦确定实行这项计划 消费者购买津贴汽油和柴油时 需要出示特别的身份证明 根据新周日报的报道 富士雅透露 这项措施由中央数据库中心推介 预计最快明年启用 副部长也说通过实名购买制度 有助内贸部控制采购 也可以管制汽油和柴油的走私活动 这里也要提一下落实这项新制度之前 内贸部需要先获得内陆税收局 和陆路交通局的数据 才能鉴定获得汽油和柴油补贴的 符合资格者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报的报道 为了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从今天开始 政府会分阶段来派发援助金 那这个给超过21万名 慈敏援助金的受贿者 中国报报道只有几打 槟城 雪兰儿 吉隆坡 布城 森美兰 吉兰丹和登加楼的受贿者 会从今天起领取援助金 玻璃市 霹雳 彭亨 马力甲和柔佛的受贿者 领取援助金的时间 则是落在7月31号 这笔援助金不会通过现金来发放 而是给予食品券 让受贿者在指定的超市 购买日常用品 而在东马沙巴 沙拉月和纳敏 从8月7号开始 受贿者将获得一次性600令吉的援助金 民众可以通过国家储蓄银行的户头 或者是到国家储蓄银行的分行 提领这笔现金 接着我们来看全国的天气预报 来看今天的气候状况 有的是我们来看一看气候的状况 就是今天全国各地在早上的时候 天气大致都算良好的 那大部分地区天气良好 半岛只有四个州 包括雪兰额下起雨来 不过到了中午 下雨的地区就会增加到八个 半岛除了森美兰州 马六甲 槟城 霹雳和我们看到的是吉隆坡之外 其他的州和东马多个地区 预计都会出现雷雨天气 尤其是东海岸彭亨 登加楼和吉兰丹 沙巴西海岸内陆和山打根 雨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 雪兰额州 森美兰还有马六甲的雷雨天气 则是同样持续到晚间 东马沙巴方面 几乎所有地区都会下雨 沙拉越 梅里和明杜鲁也预计会下雨 全天最高温 摄氏34度 最低温25度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走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